心不在的慈悲指导着我们修行 师父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慈悲它有十三个利益 十三种利益 第一是服藏随身 一个慈悲的人福气老跟着你跑 第二 卧安 就是睡觉会非常的平安 第三 绝安 绝安就是感觉吧 你想想看有些人 感觉很痛苦 感觉很烦恼 感觉很恐怖 怕别人来搞你 怕别人来弄你 你这个绝不安 所以念了大悲咒 你有慈悲心 你就会绝安 卧安就是睡得好 第四是不见噩梦 因为有慈悲心的人 不会做噩梦 第五 天护 就是有慈悲心的人 天上护着你 第六 仁爱 就是所有的人都会爱你 你们不信你们试试看 一个慈悲的人 天天会被别人爱的 第七不毒 不会被人家毒死 第八 不兵 不会被战争打死 第九 水不会淹死你 第十 火不会把你烧死 第十一 在所得利 也就是说 你只要应该你拥有的 你都能够获得 这就是慈悲的 这个第十一 十二 死后生凡天 能够上天 凡天也属于很高了 因为你的慈悲 有十三个利益 第十三 我想大家跟着师父学 佛已经获得了 那就是人变美 你看念经的人 个个都会越变越美 拥有慈悲心的人 会越变越美 有的人很凶 他的脸就很凶 你慈悲的人 这个人肯定看上去很漂亮 那